近日 北京冬奥会花样华兵女子丹人华冠军安娜·谢尔巴科娃来到北京 2月17号是她夺得冬奥冠军两周年的日子 她和中国兵民一起回顾了荣耀时刻 在陈禄国际冰上中心门口 早早就聚集了大量安娜的兵民 粉丝们因为她高雅的气质称她为千金 千金中国行也就此搭开大幕 安娜先观看了中国小花样华兵运动员的表演 随后又通过抽奖的方式 选出了数位幸运观众和她一起互动合影 当晚的高潮来临 两年前的这一天 安娜在北京首都体育馆 通过一套完美的表演夺得冬奥冠军 两年后回顾这一刻 她和兵民们依旧感动 和两年前的匆匆而过不同 本次中国行除了安娜和陈禄一同策划的大师花华客 安娜还给自己安排了不少休闲活动 长城 护工都要去 她说自己最爱吃虾饺 没有了比赛压力 中餐美食也可以尽情享受了 北京冬奥会后 安娜·谢尔巴科娃曾经做过一次膝盖手术 去年她除了康复训练 也参与了一些主持和表演的工作 虽然一直没有提及退役 但显然她的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变化 最多的部分我的生活 那是只有肌肌肌育 一直是继续肌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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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的生活 肌肌育 现在我尽力做了一些新的 我为我很想学习 从第一层开始学习新的 保持了吗 学习新的 在这些人